儿子考上了重点大学 可这母亲就像没感情一般 总是对他不冷不淡的 是全额讲学节 我知道你会被录取的 儿子难免有些失落 因为从他记事以来 母亲就一直从事着仿生人研究工作 不论他做得再优秀 母亲就仿佛全看不见一般 让本就缺少陪伴的他更是无比愤怒 可不知道是否出于叛逆 儿子承诺放弃了重点大学 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民谋部门 也就是专门调查仿生人的机构 或许是为了得到认可 他做事变得非常暴力 总是用各种直接了当的方式 解决问题 虽然成绩是越来越好 然而在母亲眼里 却依然看不到任何光彩 可得不到爱戴也就算了 没想到在一次出行任务中 承诺和嫌疑员殴打了起来 导致双方都落下了不小的伤痕 但是当母亲得知后 率先问的却不是伤势如何 反而是责备他 为什么要打仿生人呢 你只在意他们你看到我也受伤了吗 承诺你长大了 努力了 你应该学会冷静 而不是靠伤害仿生人来发泄不满 既然你那么喜欢仿生人 你干嘛生下我 你让那些仿生人做你儿子好了 也就是此刻 承诺终于看到了母亲的情感 不过眼里却是满满的失望 承诺不知道母亲为何会这样 但更不会知道的是 这次吵架 却成了两人最后的离别 没过几天 母亲突然在家跳楼身亡 连任何讯息都没留下 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人世 而在收拾母亲遗物时 他这才第一次发现 母亲吃了一种精神药片 是专门抵抗抑郁症的药物 承诺这才明白 原来不是母亲不想说 而是有可能他就说不出口 不过在母亲的手机里 承诺却惊讶地发现 母亲临死前打了一通电话 打给了一位名叫旅言的朋友 而为了查清通话内容 他利用人际关系 很快便找到了 对方的具体住址 可谁知就在见面时 对方一句话就给他说懵了 原来旅言和母亲一样 都曾是仿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 而在他的印象里 母亲是一位严于利己 总把仿生人 放在第一位的伟大女性 在所有人都充满敌意识 是他率先提出心理治疗 以此解除仿生人的出场执念 让其更好融入社会生活的第一人 至于母亲出事当天 他确实是接到了对方来电 说是让他赶紧到实验室一趟 只是等他过来后 母亲却早已不见了踪影 没过多久 他听到了母亲的跳楼讯息 不过第一直觉却告诉他 这背后事情肯定不简单 于是旅言当机立断 立马就私藏下了所有的研究资料 原本他还想继续隐瞒 但承诺既然是为了寻找真相 那这些资料交给他未尝不可 只是当看到资料的瞬间 承诺反而是更懵了 这是一份人员名单 是第一批参加心理实验的人员信息 而这些人他也不陌生 因为最近频繁发生凶杀案 死的不仅都是仿生人 还恰恰都是这名单上的人员 不过还是有一点想不通 凶手在将其杀死前 为什么非要画一堆特殊符号呢 难道是为了完成某种仪式感吗 这些杀死呢